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期热度和收视率都相当高 从目前这个趋势来看 这档综艺极有可能成为今年最大的爆款 两期节目中大家看到了太多的争吵 每次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影视剧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忍者见人的东西 每个人看电影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一旦要是有一部作品被所有人夸赞的话 那就是绝对的好作品了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还真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作品 那就是曾曾导演根据经典电影 《大话戏有改编的爱情》 这个短片是由张雪莹和张婉毅 两位年轻演员主演的 别看张雪莹只有24岁 她演过的影视作品已经相当多了 演技也是被认可的 张婉毅就更不用说了 今年乔家儿女的爆火 她的演技得到了认可 人更是一夜爆红 这样的两位演员真的是给这部短片增色不少的 短片播放完毕之后 镜头直接切到了哭成泪人的陈芷希 当然还有同样被感动的很多人 比如郝磊 孟子义 磨眼泪的观众 接下来进入点评环节 先是陈芷希对曾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紧接着 郝磊夸完之后起身面向观众说 对于真正的好电影的感动和认知 我们是一致的 不是吗 曾曾的这部短片节目组剪辑出来的评价 全部都是夸赞的 而且是疯狂喜欢的那种 实话实说 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 给不出那么多专业的点评 但是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 我是认可这部短片的 相比前面的所有片子 这一部无疑是最好的 因为我真的看进去了 可是退一部来讲 我并没有那么感动 更别说像陈芷希那样泪崩了 我看完之后 一度以为自己是比较冷血的 甚至不太适合看电影 为什么别人都已经哭成那样了 自己却硬是没有挤出一滴泪水呢 当我看完谈目之后才发现 原来很多观众和我是一样的感受 看来不是我泪点太高了 而是现场那些人 实在是捧得有点高了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短片拍得确实不错 但哭成那样也真的是不至于 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看到现场各种吹捧的时候 都想听一下不同意见 哪怕是一个不一样的点评都可以 毕竟这个短片并不完美 然而并没有 就连寄予厚望的毒蛇 李承儒都是各种好评 实话实说 我一开始看完片子觉得很好看 没有一丝丝的反感 没想到看了各种尬夸之后 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片子了 尤其是李承儒的点评 这部片子是我看到最好的一部片子 这个片子让我牢牢记住了两句台词 假的证明不了 真的不用证明 有这两句话 这个片子就立住了 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不是李承儒的点评 有谁记住了这两句台词呢 别说是记住了 怕是李承儒说出这两句台词的时候 大家都在疑惑 是不是真的在片子中出现过吧 相比原版《大话西游》中 那句经典台词来说 这两句台词真的是转头急望的那种 谈不上有多么高级 那么真的就是现场专业人士 全都觉得好 咱没哭的观众就是俗了吗 还真不是 在这些人当中 王晶的点评还是很中肯的 而且一针见血 不争论不呛火 他的点评却比全场尬夸都真实 王晶真是人间清醒 主持人问 王晶是否喜欢爱情这个作品 王晶当时是这么评价的 挺喜欢的 当然他既用了《大话西游》的好感了吧 可是他把《大话西游》 特地安排的遗憾圆满了 变成了一个大团圆 然后这也是很会取悦观众的一个手法 别看王晶在这两期节目中 从来不参与大家的争论和互呛 但他是最敢说实话的 王晶可以说是用最温和的方式 说出了最精确的点评 试问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 感动到落泪的观众 难道你们不是因为 一生所爱这个BGM吗 当这个BGM想起 背景还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 扮相的时候 观众自然是会被带进去的 正如王晶所说 这完全是借用了《大话西游》的好感 而且曾曾导演还故意把周星驰 特意留下的遗憾强行圆满了 试问谁不喜欢大团圆呢 对于喜欢《大话西游》的观众来说 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 没有在一起 曾曾导演这次帮观众圆梦了 试问能不讨喜吗 恕我直言 我觉得这部短片成功之处在于 一生所爱加大团圆 有了这两点 谁拍都能成功 说白了 这个片子是有点取巧的 甚至比逼之飞的 新小城之春还要取巧 回想两期节目中的各种争吵 实际上 每次不参与战争的王晶点评 都是很清醒的 王晶的点评方式不激进 但是很真实 也很中肯 当吴振宇的短片播放完之后 全场也是各种尬夸 甚至有影片人说出了 电影不需要观众看懂的鬼话 我真的想说 这捧的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呢 在各种尬夸的声音之下 其实王晶很温和的点评 是最准确的 当时王晶很委婉地说 自己想要一个更完整的结局 他没有和任何尬夸的人争论 但他却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心声 在点评德格纳导演的时候 影片人最后问德格纳 你要做王家卫 还是要做王晶 说实话 这个话让人听得非常不舒服 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拿王家卫和王晶比较了 按理来说 这种暗讽王晶拍烂片的声音 王晶本人听了之后 应该是非常生气的 但王晶的回答非常淡定 他说自己跟文艺片没有冲突 他自己也拍文艺片 而且还赔了 最后王晶还调侃 王家卫和王晶经常坐在一起喝茶的 如果要是换做其他人的话 面对影评人的这种声音 早就吵起来了 王晶能用这么淡定的态度回答 真的足以看出 他是有多么的清醒 活得是多么通透 话说王晶拍过太多的电影 他又是导演 又是演员 很多人说他是烂片导演 原因是拍得太多了 而且全是套路 但不可否认的是 王晶拍出过很多非常好的电影 在这次的导演请指教综艺中 原以为王晶就是来打酱油的 面对导演拍出来的片子 制片人和影评人真的是各种争吵 谁都不服谁 在这些争论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王晶的影子 甚至连直接指明道姓讽刺他的声音 他都能微笑面对 这次的对抗王晶拍摄